如果宗教信仰和现实人生脱节 经不起社会的考验 信仰也会失去忠诚度 有些人在还不了解佛法时 就拒绝佛法 其实他们拒绝的是佛法和佛教的社会印象 我们现今佛教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对佛法没有兴趣 使得佛教有今天 拒绝没有明天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精英 普遍对佛教兴趣不大 有的就是拜拜求个保佑 然而这些精英不会只拜佛教 也会拜神道 一贯道 或者印度教 甚至也会到天主教 基督教的道腾 随习祷告 只要能保佑都拜 这些精英就算拜 也不会只拜佛教 所以佛教的困境 是迫在眉睫 原因何在呢 因为我们佛教 在教法跟思想上 其实已经走了岔路 而不自觉 这些问题 这些障碍 不是靠着办亲子活动 插花 烹饪 或者亲子营 一些社会的讲座 或者现代化 非常魁力奇幻的 法会佛洞 做一些慈善救度 就可以让佛教 有生命力的广为流传 佛法绝对不是消极的 但一般佛教 给社会大众的印象 并不全是正面的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